两百五十六级 大牛 只能说 现在的王林啊 他的心境已然达到了 可以操控自己修为的层次 在上古修真界 有一句话远远流长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王林此时啊 便是如此 在他睁开双眼的一刻 店铺内的木雕已然无数 王林的双目之中 露出一些邪义之盲 这目光啊 与当年古神之地的拓森 颇为相似 他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众多木雕 双手缓缓地抬起 顿时啊 这些木雕默然颤动起来 纷纷向着他双手之中凝聚 渐渐地 木雕越来越多 但此时王林的双手之间 却是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 木雕尽管一一落入 但这黑色漩涡大小 却是始终没有任何改变 一个个木雕 全部飞向王林双手之间 当最后一个木雕 消失在那黑色漩涡后 王林目光平静地望着漩涡 他腰上的锄带 突然自动打开 其内的煞气血球 有三个飞出 融入到漩涡之中 当最后一个血球 进入漩涡的瞬间 王林双眼 顿时露出奇异之芒 紧接着 他的双手动了 黑色漩涡在王林双手挥动下 迅速变换形状 最终渐渐成方 并且慢慢地凝食 许久之后 黑色漩涡渐渐消失 一个黑色的方印 出现在王林身前 这方印一长大小 其上刻着一尊人像 只是这人像没有面貌 有的只是一个身影 这黑印呢 包含了王林四百年来 所有的杀戮 他是死 这个含义的外在表现 王林右手 按在黑印之上 顿时 一股血溶于水的感觉 涌上心间 他深吸口气 黑印 渐渐在他手中消失 融入到体内 原因之中 王林沉默少许 留恋地看了这居住了 三十多年的店铺一眼 右手随意地一挥 顿时店铺内的所有木雕 全部消失 随后 他打开店铺之门 迎着风雪的黑夜 走了出去 王林慢慢地 走在这条街道上 风雪越大 他的身影 在刚走出店铺时 依然还是属于 进入暮年的老者 但随着他的脚步 随着他渐渐地 走向街口 他的身躯 渐渐地挺拔 他脸上的皱纹 慢慢消失 最终 当他站在街口的瞬间 王林已然从一个凡人 成功地 转化到了修士 他所说 仍还没有化身 但此刻 距离化身 已然更近 掌握了生死意境 感悟了天道 王林已然能察觉到 一股身体好似 要飘然欲飞的感觉 渐渐在他身体内外出现 好似冥冥之中 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正在天空之上 伸展开来 把他向上拉扯而去 这种感觉 是即将化身的表现 此时的他 不需要再感悟天道 不需要再感受意境 只需要寻找一地 静静地地观十年 便可自然达到化身境界 王林站在街口 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眼 这条已然十户九空的街道 这条他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街 这里的一草一木 全部都映在了王林心间 他心中略有一丝不舍 看了许久 把这一切都牢记在心 王林轻叹一声 转身消失在夜色 四派联盟南方一座城池 一万里外 这里有着大量的凡人 一个个简易的郁寒乌社 遍布一大片 在这些乌社之中 居住着很多人 他们全部都是被征集来自 参与清雪工作的凡人 大牛便居住在 其中一个乌社内 与他居住在一个房间的 还有三十多人 本就不大的房间 此时显得颇为拥挤 大牛躺在通铺上 眼睛无神地望着屋顶 他想妻子 想儿子 更想王林 昔日的一切 在这一场雪灾之中 全部烟消云散 在雪灾之前 他还是一个温饱有余 并且有着自己的店铺 还雇了几个伙计的掌柜 儿子败入仙人门派 成为了仙人中的一员 在那整条街道上 他可以说是颇为风光 妻子与他一直恩爱 生活一片美好 他甚至还打算 等王叔叔年纪再大些 就不让他再做木雕呢 自己侍奉他晚年 在他的心里 父母的去世 使得他 已然把看着自己长大的 王叔叔 当成了自己的长辈 可是这场大雪 把一切都改变了 他不知道 妻子现在如何 当几个月前 听说连妇女孩童 都被征集时 他彷徨不安 妻子的身体 一直不算太好 在这寒冷的雪天 能承受得住吗 每当看到身边 有人被冻死 大牛的心 便如同被刀子划过一般 很痛 并不是他有多么 同情这些人 而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以及对妻子的思念 与担心 他担心 妻子会承受不住 离他而去 除了妻子之外 他最担心的 还有王林 在他看来 王叔叔的年纪 已经老了 身子骨 能在这风雪天安好吗 他已经失去了父母 他不想 王叔叔再离开他 大牛的儿子 曾小牛 本就是刚刚 败入白云宗 尚在宁气期 虽说比之凡人身份 高出不少 但以他的力量 在这场两国的战事中 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此一来 他虽说也寻找过 自己的父母 但四派联盟太大了 所有的凡人 几乎全部被 征集到清雪之中 分散全国各地 他除了拥有通天神通 否则的话 根本无法找到父母 大牛自己都忘记了 这雪下了有多久 几乎每天清晨 他都能看到 身边的室友 有人被生生冻死 同时他也发现了 脖子上挂着的 小木雕的神奇之处 每当他感到寒冷之时 小木雕上 便会散出振振暖意 振暖意 可以瞬间流遍全身 即使它再冷 也可以安然度过 直到这木雕的神奇之后 大牛对王林 不由地有了一种陌生感 好似他从来都没有 真正看透这个老人一般 不过 也正是因为 这木雕的存在 大牛对妻子的担心 也略少了一些 他相信 只要妻子 不把这木雕摘下 那么也定然会与他一样 不会被冻死 这不过 随着时间的度过 望着那好似 永远也清理不完的雪 大牛的心 再次涌现绝望 天空的雪 虽说小了 但却始终 毫不间断地落下 在这段日子里 已经有很多 凡人偷偷地逃走 他们想要逃到邻国去 哪怕放弃一切 只要能活着 那么就有希望 据说呀 邻国的天空 现在没有下雪 如同正常的春季一样 万物复苏 阳光明媚 清晨 大牛第一个苏醒 他从通铺上爬起身子 在他旁边呢 睡着一条街上的 周家二儿子 小伙子二十多岁 正是壮年时候 平时干活 与大牛二人 总是分到一组 时常帮着多干一些 这是一个淳朴的孩子 大牛推了他一把 但立刻 他的目光睁住了 他望着周家二儿子 右手颤抖地 放在其口鼻之上 随后惨叫一声 自语道 死了 在刚才他推去时 毅然发现 周家二儿子的身体 颇为僵硬 此时大牛的眼中 流下两行泪水 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抱着头 蹲下身子 痛哭起来 他想家 想念妻子 想念儿子 想念王林 想念店铺 想念昔日的温暖 此时 陆续有人爬起 睁睁地看着大牛 紧接着 立刻发现在这房舍之内 一夜之间 冻死了五人 每个人都沉默了 许久之后 在房舍外 传来一句贺声 都出来了 干活 谁要是偷懒 直接扔到雪地里冻死 房间内 有人轻叹一声 缓缓地走了出去 他们一个个 已经双眼茫然 面黄肌瘦 这几个月的清雪 开始时啊 食物尚且管保 但越是往后 食物便越少 现在啊 他们的体力 已经明显跟不上了 大牛已然 还是抱着头 蹲在地上痛哭 一个与他叫好的 中年汉子 上前拉起了他 低声道 大牛 走吧 只要还活着 就会有希望 大牛被他拉起 望着躺在通铺上 一动不动地 周家二儿子 眼泪 再次流了下来 出了乌射 顿时寒风扑面 大牛身子一冷 但就在这时 他胸口的小木雕上 传出阵阵暖意 驱散了寒冷 大牛摸了摸胸口 望着四周陆续 从房屋内走出的人们 他一咬牙 决定逃走 他要找到妻子 然后二人离开此地 去邻国 重新度过余生 等这里的血灾结束了 再回来 深夜 当所有人都睡下之时 大牛悄悄地爬起身子 打开房门 被寒风一吹 他身子立刻一抖 一咬牙 钻进风雪之中 四周有凡人的军队驻扎 这是 对于逃走的百姓 他们不闻不问 因为在这样的风雪时日 留在这里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但若是离开 则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 除了在初期 这些军事还看守之外 到了后期 基本上顺其自然 若是想要去寻死 总不能拦着石板 大牛顶着风雪 慢慢地行走在雪原之上 天下虽大 但他却有种 无处容身之感 深夜 寒风更重 大牛正行走间 忽然被脚下东西绊倒 他身子摔倒的瞬间 忽然倒吸了口冷气 只见把他绊倒身子的 并非旁骛 而是一具冻僵的尸体 这尸体显然刚死没多久 所以并未被大雪淹没 而只是覆盖了一层薄雪 大牛的脸倒下时 与那尸体降紫色的面部 距离极近 甚至他的呼吸 都可以吹到尸体脸上 待了一下后 大牛惊呼 连忙爬起身子退后 但紧接着他再次被绊倒 大牛内心生起振振寒意 他仔细地看了四周一眼 只见在这里有着无数尸体 大牛是个凡人 妻子的思念 周家二儿子的死亡 对于未来的绝望 以及此时的惊吓 让他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他蹲在雪地上 再次痛哭起来 许久之后 大牛忽然感觉身子一暖 紧接着 一只温暖的手掌 按在了他的头上 轻轻地抬了一下 大牛 不要害怕 大牛转过身 睁睁地望着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的一个青年 此人看起来比大牛要小很多 但他的眼神 却是透出一阵沧桑之色 此人大牛并不陌生 甚至他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他颇为挂念的王叔 但此人现在的相貌 却是迥然 大牛望着王林 脑中忽然想起了 自己少年时期 推开王林的店铺之门 第一眼 看见王林的一幕 各位听友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力》 作者二根 演播 完整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